周一一早 纽约市长白思豪前往布鲁克林海军造船厂探视 目前当地的商家们正在这里加紧生产防护服等医疗保护用品 纽约市上周总共用掉180万件防护服 本周预计消耗250万件 白思豪表示 尽管纽约市疫情非常严峻 但他想通过展现纽约人互助的画面告诉市民 纽约市正在全力以赴抵挡瘟疫 白思豪也感谢总统川普 分派60万个N95口罩给纽约市 不过他表示 全市仍然需要4万5000名医护人员 来度过本月的难关 新唐人记者韩瑞 纽约报道